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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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呢 是受袁书役的指派 来调查一下小窗同志 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 希望你能够严肃地对待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 说你在向南山吹选举上暗箱操作 迎死舞弊 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同志 我们筹备委员会的选举 是通过村民的投票 谁票数高谁就进入委员会 不存在一点您说的暗箱操作问题 对 这个我可以作证 老徐你别说话 我在问杜晓桑同志 你可以旁听 至于违没违规 我们会调查 您可以放心地去调查 请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还有 举报人说 你在利益上 坑农 害农 甚至谋财害命 同志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吧 别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你们可以去调查 这谋财害命 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那我要干了这事 我早就被抓起来了吗 我很严肃地对待这次谈话 我也希望你们在问问题之前 能够考虑考虑 小桑同志 注意你的态度 老徐你看 小张啊 那也太严重了 那咋还谋财害命呢 这也是举报人说的 我不得如实地去问吗 那谋财害命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啊 如果调查清楚了 我们会还他一个公道 首先他这态度就不对 他吧岁数还小 有些规矩还不懂 行了老徐你别说着啊 我去村里调查一个 用我赔过 不用了 不用了 咋的还记账呗 我也不穿钱 真的您这也太怕媳妇了 来老松 我挑瓶酒 那你自己拿吧 咋的给你媳妇买东西 也不拿钱呢 到时候他一起说案得了呗 我看村委会那么多人 那么热闹 啥事啊 还不知道呢 这里来人调查杜小树来了 说他什么迎食舞弊 坑害村民 你说这 这扯淡 小树那压得多好啊 那忙里忙外的 多为咱们村民办实事啊 办实事啥样 你举报了呢 还是咱村也举报的 实名举报 实名啊 哎呀 妈呀 那要是真有啥事的话 一查一个准 但我感觉小树这丫头不能啊 我跟你说 人小树要是啥事没有 就实名举报这人 肯定就废了 老宋你干啥呀你啊 咋垫呢 什么 没 我 什么的 谁倒了 不是 刚才说怎么 你说我看这小树这还挺好的呀 你说是不是有人会他 走了 你干啥去 你不买酒吗 不买了 现在不喝了 你这干啥的呀 你是干啥的呀 你是干啥的呀 我是山庄保安哪 我以前也是山庄保安 我在这干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我进去找个人 不行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你没听过威震西亚山的萨吗 那史太松也没听过吗 平底的 史太松来了 放 对 对 谁你都敢拦 现在这纪律挺严的 谁都不让进呢 那是我们现在保安队的素质都老高了 进那个蚊子都能给你拦着 这就对了 那啥我来跟你说点事 刚才你看了看你 李银萍跟李希伟新生啊 挺长时间不来看我 冷不定让人求人办事的 所以我得请我吃点啥 我下回给你拿点梨 拿点针子啥的 那晚上我自己上山摘也好不好 我用你给我拿呀 那你啥意思 啥意思你自己想呗 不是平底的这么长时间不见 能有变现实的呢 以前那兄弟感情都不管了 你信不信我惹鸡眼了我撒你 你撒我我就炸你 炸我 斗地主啊 四个二啊 啥玩意斗地主 就是削你的意思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山庄那保安队队长 如果有任何危险 我一声令下 这十来个兄弟都能炸死你信不 你是不是逼我呀平底的 咋的 你是不是逼我 咋的 来 确认勾眼神 你是讲究人 我现在就是岁数大了 不爱给你动手 师父进去了赶紧告诉我 进去半天了 那啥我求你个事 不是 以后这李其伟 他有任何行踪 你都得通知我 他有生活作风上有啥问题 你也告诉我 行吗 随意透露领导行程 透露一下你也行 就是人家李其伟吧 挺好的人 生活作风上没啥问题 你别最后这炉意涮盘都落空了 你看那都是表面 他私底下做事啥样 我心里最有数 你就通知我就完了 那行 我走了 别让别人说我来找过你 放心吧 冲这一百多年我也不能 我走了 哪天你请我吃顿饭 行行行 慢点啊 走了 走了 看着啥呢 看见了 他给你钱了 站好就 那啥没看见 站好了啊 谢谢大叔 谢谢大叔 谢谢 您坐大叔 坐 不坐 没事您坐您坐您坐 快坐快坐 快坐 行啊 咱们就是聊聊天坐 我吧 这么大事 头一次让你这么审问 有点不太适应 大叔 咱们不是审问 就是调查 按照刚才您说呀 您家猪死了 是肚角酸给了你一头有病的猪 把镇上给的好猪 第二包卖了 对吧 你说呢 你说呢 大叔你看 这您家的事 我咋哪知道 应该是这么回事 好大叔 那您说杜小酸 谋财害命 害了你家大刺花没呢 我想知道 大刺花是怎么被害的 哎 哎 那个 大刺花呀 是我们家 猪 不是人 就是别名叫大刺花 我们家养那头猪 啊 那猪死了怎么能是谋财害命呢 你算上哪 我们家那头猪没有病的 他送我那头猪有病呢 就这么点把我们家那头猪就传上来 完这猪就死了 这不算猪财害命呢 嗯 那我知道了 那您说杜小酸在选举上 有暗箱操作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 这 那怎么 这也是 我是 我不太明白 我替广坤说的 广坤也是主 不 不 广坤是谁 哎呀大叔这也不好意思啊 我被那个大刺花是主这个给养想了 那个广坤 参加的什么选举 杜小酸爱情操作的 好像什么这个筹备会啊 反正具体我也不太明白 大叔你不清楚你就举报 你这不是不实举报吗 这事你得问广坤呢 大叔 我现在必须严肃地提醒一下您 如果经过调查 举报人与举报不属实的话 若以诽谤 公安机关会介入调查 您将面临的是被拘留 哎呀 什么 我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问我这个主 可千万别拘留啊 我我姑娘还没结婚呢 你说我这拘留这家就散了 大叔你先别紧张 事情吧还没到这个地步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 都是属实的话就可以了 我我我总能发誓 那不用大叔 那今天就到这吧大叔 麻烦您了好吧 别别别领导 您就等着得查结果 好吧大叔 别领导我不举报了行吗 我已经备案记录了 就这样吧 您就等着结果吧 好吧大叔 哎呀 这事闹大了 我觉得是件好事 你想啊 第一 调查组能来调查你 这说明什么 关心百姓 第二 调查结果真出来了 能还你个清白 第三 还能还你猪钱 这叫一箭三雕 不是好事吗 雕什么雕雕雕啊 那个小双书记 那个猪给我掉包了 这事你能确定不 不能 不能确定 你让我举什么包啊 你不坑我你吗 哎老宗 你可希望没这么老 咱们说话可要注意啊 得有嘴儿 我什么时候说 我让我让你去告小双呢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到镇里了 你不能血口喷人 我怎么血口喷人了 不是你亲口把牙跟我说的吗 要我去举报吗 老宋 记住别激动 你听我跟你讲 这个事当时我是替你分析 我说 那么这个猪呢 也许是掉包的 也许他没掉包 另外来讲 你到镇上反映这种情况 我当时只是提个建议 我说你呀可以去 也可以说不去 但是去与不去 决定全在你那 我能让你去就好使命 我说老宋你必须得去 你能去吗 你能听我的吗 这么说你别人能信吗 行行行 对吧 我说不过你 不是你说不过我 人得讲理 我再问你 杜小双 选举暗箱操作这事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那好 跟我走 去镇里头 你帮我澄清一下头 那我不能去 我为什么要到镇里去 不是你让我去镇里去吗 老宋 说话注意 千万注意 我什么时候让你上去镇里了 我压根 我就没有那种想法 你再说了 你这么说 到镇里头 是不是你去的 没看到我现往昆 另外来讲 你说我让你去的 你有什么证据 你有录音呢 你还有录像啊 你什么都没有 你夸夸 你给我唠这么多 老宋你这么做事你不对啊 我当时我所有的事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看你送过挺可怜 我又帮你出出主意 又帮你说点什么 跟你分析分析情况 回头你个个 你自己绑不住 你啪啪你觉得 完你就到镇里了 回来要出事你完 你看你瞒我 我好心 我没赚出好意来 老宋我真的 我心挺寒 我跟你讲老宋 王国耀 你要这么说 我还怎么说呀 我还真得告诉你 你说呀 你干我什么 我跟调查人员说了 怎么的 选举暗箱操作这个事 是你让我说的 跟我没关系啊 知道不 出事了 你管坤也跑不了 老宋 你还别威胁我 这事我真不怕 你没有什么证据 再说压根 我也没说这个事 我也没想让你去 那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这属于是诬告 你知道吗 这你叫罪佳一等 你都不懂法 你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就等着 调查人员找你谈话吧 我看你能装到哪去 随时拱后 得合吧 拱后 好了等着 小样我还整不了你了 我就等着 我还是我真的不信 这事真整大了 小时候明显是被人冤枉了 你说又屠材害命 又暗箱操作 哪有那些事啊 咱们得为人澄清喽 这关键是调查组来了 人家调查组人来 你肯定去调查 我倒觉得调查调查挺好 咱们没啥事啊 你问题是杜耀说上心里多难受啊 从打盗战人村 一直为老百姓做事 拉投资 给宋富贵要主 给大家买化肥 反过来被村民告了 你说县安山人成啥呢 要不明天我跟袁书去说说 再跟村府贵谈谈 明天赶紧录实这个事 不对呀 议嘴啊 你原来不说杜小双没工作能力吗 你咋还向着他说话来呢 叔啊 咱得讲心比心 论事不论人 喂 什么事啊 喂 殷萍 我这两天先回家了 怎么了 没啥事 就是累了 回家休息休息 是不是因为 调查委员会的事啊 你知道这事了 你别闹心 村民们有些过激的行为 都正常 你别往心里去 你要实在闹心 你回家待两天也行 等调查结果出来了 肯定能还你清白 这两天李总这儿有点忙 要不然我就回去陪你了 顺便看看阿姨 你在李总那儿好好干吧 我这儿没事 那你别闹心啊 挂了 你说李欣萍年纪轻轻 为啥非得帮他管子 你说两句实在闹 瞪着带着主意 不知道在这儿瞅什么 李七伟老牛齿嫩草 那高低不能让你俩这顿也愿意我 成武 这平底子也不办事呢 基本上万钱白给他 小李老师 你现在叫小李秘书了 以前山庄有个小李秘书 后来小李秘书走了 又来个小李秘书 没想到我也成小李秘书了 你这是干啥去啊 我给我爸送点东西 刚回来 你这是要进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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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出去啊 你要进山庄吗 对啊 我也进山庄 那一起吧 你走吧 我前几天 看了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 就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俩就谈恋爱了 你说有意思吗 那有什么有意思的 那就是真爱呗 你认为她俩是真爱 对啊 不然为什么要在一起啊 那年龄差那么多呢 六十多岁和二十多岁 那辈儿也不对呀 你叫老公还是叫爷爷呀 现在的感情都不分年龄了 那个女孩关键是 捅那老头的钱 想骗点钱 结果钱没骗着 还是让老头占便宜了 你要这么说 那就得怪那个女孩太贪心了 属于自作自受 这一点你算说对了 所以说现在的小女孩 必须得提高防范意识 不能唯利是图 就像你这样是 年纪轻轻还长得挺好看的 可得注意啊 不能干那唯利是图的事 要不偷积不成反噬一把米 你钱没整着 最后还让人占便宜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没关系 我不是好心提醒提醒你吗 看完新闻有点感想 你要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其实还有个新闻 看来他对这老夫受气 不太排斥 这事有点危险 小川 杜世杰 杜世杰 你在屋 小川 你的辞职我不能接受 无论事情怎样 我是相信你的 既然有人投诉你 镇上就会去调查 你也不要过分敏感 这是一个干部应该承受的 我相信调查出来的结果 会让你更加清白 道理我都懂 但我现在是真不想干了 这样吧 我给你放几天假 你休息休息 调整一下心情 有调查结果出来了 你再上班 你来看我 难得 我根本就不是来看你的 我实在是看不惯你在象牙山 为非作歹的 我必须来给你上一课 你给我上一课 好 来 我都要看看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学的是什么呢 我问你 白雪公主 为什么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因为她有一个恶毒的后妈 因为她有一个恶毒的后妈 灰姑娘为什么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因为她也有一个恶毒的后妈 卖火柴的小女孩 为什么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因为她有一个恶毒的后妈 因为她没有爹妈 假如你让我变成白雪公主 或者灰姑娘 我宁愿变成卖火柴的小女孩 最后我还得告诉你 永远别把我妈忘了 因为你对不起她 母亲 这是哪跟哪儿啊 一头雾水的 多大个事啊 咱不开心咱就回来了 你瞅你一天挣的点钱 还没有妈开这洗衣店 挣的多呢 知道了 妈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看 还说不操心 妈能不操心吗 欺负我姑娘能行吗 有些个别人 咱还真就不能让着她 我姑娘你犯啥错误了 凭什么查我们呢 不行的话我找你们领导 我跟她好好拜着拜着 你跟人家拜着什么呀 那我们领导能听你说这些吗 再说了 妈 我回家就是为了静一静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 好好想一想 妈不是怕你想不开吗 想啥呀 知道了 你快去忙你的吧 啊 好吧 我自己想一想吧 拜拜 喂 袁书记 小双啊 这边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通过受医的报告来看呢 那头猪是厚德的病 真理决定赔偿宋副棍的损失 还有选举暗向操作的事 郭金山给你做证明了 结果你清白了 我知道了 袁书记 感谢 感谢组织 小双啊 这两天心情平复完 赶紧回去工作 袁书记 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真不想回去了 我一想到回去吧 还要受别人指指点点 受别人怀疑 我这心里真有点受不了 小双啊 不要为了一点挫折 而打消自己的积极性 你是一个出色的干部 你不能辜负了组织 对你的培养啊 那这样 袁书记 你得给我两天时间 我考虑一下 好吧 我就给你两天时间 如果两天以后 你还要辞职 我尊重你的意见 好 谢谢书记 松手 坐 我站着 要你坐就坐下得了 坐吧 坐吧 松手 经过我们的调查呀 您家的住屋病得过于突然 并不是先天就带有什么病毒 所以 杜小双书记 事先应该并不知情 经过我们的判定 您举报的内容不属实 在这里啊 我们对你进行一下 口头上的批评 并且希望 您能向杜小双书记 道个歉 道歉 道歉 我这件事我确实做错了 道歉 由于镇上牵头总组 牵头赠送的政策 给您带来了损失 镇上决定啊 以双倍的价格 来赔偿你 但是啊 这件事情啊 也必须经过 经案人 也就是杜小双书记的签字 我们才能给予您赔偿 宋叔您看 这个处理结果 还满意吧 满意 满意 这还挣钱 你说能不满意 满意 我告诉你啊 你以为高兴太早了 哥 你没听人说吗 给杜小双书记签字 你才能拿到钱 上午原书记给我来电话了 小双书记回家了 有可能就不干了 我告诉你 小双书记不签字 你这钱拿不到 不是 他咋不干了呢 你还不清楚吗 还咋不干了 一天瞎嚷嚷啊 还上镇上举报去了 我告诉你 你这问题严重了 你有可能就断除了一个年轻干部的前者 你必须得道歉 我也没成想 这事能整这样 道歉 错了 道歉 你信我这 头一百万 挣二百万 头五百万 变马银子 兄弟 我跟你说啊 你先上医院把你的脑袋看好 等看好了再来躺 不是 您得珍惜这次机会 我都告诉你 没得躺 没得躺 不是 欧阳 来了 你本人比照片上还帅 还高大为盲 还有比我长得磕着呢 你不是迷人的小混蛋吗 你不是迷人的小混蛋吗 我 我 我就是迷人的小混蛋 喂 喂 什么 杜小双书记不干呢 什么 林总 嗯 都过了我们村里 几个老街人在吓到我 所以山庄收购仪式 他能不能继续 还是未知数的 我知道了 你继续 小双书记过不去 也请您理解啊 不过 我给你新书 我俩一定去 嗯 明白 好好好 小双真不干了 你干吗呢 你看什么呢 什么跟做贼似的呢 吃个游圈吧 你真贴心 我们玩也去吃个饭啊 好不好 要不一起去看个电影吧 没时间 没时间 别说话了 行不行 你干什么啊 信息聊那么放大看 现在给我装什么装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最太意气用事了 他前两天还跟我说 要回家待一阵 没想到这事 对他打击这么大了 我也特别能体会 他那种被人风言风语的感觉 其实 旁边怎么说 有什么重要吗 只要你们按照自己的路去走 也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不忘初心 坚持 坚定 一定可以走向成功的 李总 跟您工作的这段时间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工作的 我太收教了吧 没有 我受益匪浅 套路太老了 还装人生懂事 大家鼓掌欢迎我啊 来来来 李总 李 李总 李 李总 李总 今天不是要签合同了吗 我感觉有必要 把这个交接仪式 弄得隆重点 我跟你说好的吗 简单就好了吗 李总啊 从今以后 你就是这个山庄的主人了 您就给我最后一次 享受管理山庄的权利 行吗 警察 谢谢 行 谢谢 好好好 李总 不好意思 毕竟山庄也经营这么多年了 跟山庄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但是我相信 在董事长的带领下 县县山庄的未来会更美好 周伟 你给各个部门传达下去 以后 李希伟先生 就是咱们县县山庄的董事长 让他们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干好分内的工作 放心吧 我在这儿呢 也跟董事长表个态 我会一如既往的 干好山庄总经理一职 听从领导指挥 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 请领导批评指账 也非常感谢咱们村里的徐主任 还有医水 能够心灵现场 替我们做这个见证 非常感谢各位 以后山庄的事务 就要靠多为多分心了 李总 王总 我仅代表我们县山村 也给李总和王总一个成功 以后山庄上有需要我们村上的 尽管支撑 全力支持 你说那意思 得说这几年 县县山庄 被王总做得风生水起 我想接下来 李总的介入 会使山庄进入一个更高的时代 谢谢谢谢 我今天能够跟各位结员 都因为杜小尚功劳 而他今天没有来 确实有点遗憾 还有王大拿老先生 你父亲 他今天没能来 也是美中不足 董事长是这样 我父亲的身体呢 最近一直不太舒服 所以说这个转让仪式呢 我就全权代表了 但是小双那边他 小双书记这两天就回来了 那好 等他回来之后呢 我让他过来亲至拜访董事长 那我就签字了 好 下面我宣布 象牙山山庄股权股份转让仪式 圆满成功 好 来 干啥来了 我找李董啊李七伟 你有所不止啊 李董事长现在已经正式收获了山庄 成为了山庄的董事长 此时此刻他正在宴请来宾 想必没有时间接见你 来吧希望以后在咱们李董事长的带领下 咱们把本职工作都干好 为咱们山庄好好服务 好吧 来 来 走 走 李董 不好意思我没拦住他 你先忙去 好 李董 咋的小方 有事啊 我来祝贺李董接管山庄圆满成功啊 好 谢谢祝贺祝贺 坐坐坐坐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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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这是啥 小伯 找我有事啊 坐这说吧 好 好 来来来 走 那个 我先说两句啊 首先祝贺李总 接管山庄 非常顺利 坚信 在以后 我和李总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们山庄会日进抖金 越来越好 还有呢 就是这个 终于啊 让牧生啊 可以放松放松了 可以 卸甲归田 以前是总想旅游 没有时间 这回 时间有多次 可以出去旅旅游 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的 是不是 挺好 沐山啊 依然是我们山庄的总经理 不好意思 还是没时间旅游 我也想去 还得管理 你 这 李总是什么情况啊 这怎么 还是 董经理 嗯 合同签完了啊 这个 李总呢 感觉我干这么多年得心应手啊 还是山庄这份地区管理 你是 你是有什么意见呢 这 这 这个 这个做法也挺好 以后呢 我们在一起 大班的 比较 得心应手 以前 以前在一起工作过 挺好 小枫啊 我 我是挺欣赏你的性格的 你看 怎么样 听上了吗 听上了吗 李总 欣赏我 知道吗 就是 有眼石泰山 知道吗 我真的挺欣赏你的性格 嗯 但是 你要是回来达班呢 当总经理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 你的办事能力 跟你的处始方法 就是你的缺点 而这两方面呢 都是张忠伟的优点所在 李董事长 您千万可别这么说啊 过奖了 所以 你回来达班 是能力不足 我不接受 但是 我可以跟你说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你从零开始 我欢迎你 李董事长 我现在在他们山庄考算 已经从零开始了 你让我再从零开始 那就是从付出开始了 你把工作能力调好 哪一天 你按部就班 步步高升 你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好工 啊 小枫 我对你这个邀请 我是很走心的 我希望你好好的考量 不要辜负我 不要辜负我 你这我也听明白了 你们继续吃吧 我在这儿挺刚啊 先走了 哎 不要为了面子 合伙受罪 这是一个黄金机会啊 要啥面子呢 现在已经 没有面子了 不要面子 李董 走了 把圈儿考好啊 牧师 追他一下 安慰安慰他 不用 他这种性格 可是自己能安慰自己吗 好 来吧 咱们吃饭吧 雷主来 来 吃吃吃吃吃吃 真不好意思 我敬礼呗 走 大叔这骑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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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什么这种 这次来准备 给我拿点啥 你想叫啥 最好吃 我真有一样挺好的东西 可以给你 啥呀 撒 能不能有点正气 那一天天 不是你咋好意思 跟我要东西呢 你给我办事了吗 咋没跟你办呢 我天天盯着他呢 这近日都多好几度 你得把你们保安兄弟全派出去啊 二十四小时轮流把手 天天几点几分上哪儿的 跟谁去的 干啥呢 你都告诉我呀 不是你说那话说的 人领导网上回去睡觉了 我还得扒人炕头盯着他 再说那领导屋 是兄弟们随便进的地方 拿钱不办事 你干啥呀 你干啥 你干啥 你干 你 你给我留点 以后这事也不用你办了 我自己解决 欠我十七块钱啊 不是你怎么先摸杀驴呢 就杀驴 杀驴呢 我刚才把钱还的了你看见没 没看见 不是那还钱那事你咋看不见的 我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呢 看见了呗 看见了呗 你看见了 那那那你借我十块钱我就买盆水 你快点去 下礼拜还你啊 看见没 看见了 看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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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